3月31日 中共網信辦發布公告 將對美光公司在中國銷售的產品實施安全審查 但公告中並未說明美光產品有什麼國家安全風險 美光股價在週五下跌3%至61.15美元 美光在給路透社的聲明中表示 正在與網信辦溝通 並堅持其產品的安全性和對客戶的承諾 美光是一系列科技公司的重要供應商 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約占11% 根據彭博社3月31日的報導 北京對美光的審查可能影響美光的營收 一些美國半導體製造商也可能面臨更大的未知風險 同時加大全球供應鏈的困境 《華爾街日報》4月1日報導 在中美關係緊張程度升級之際 中共對美光科技的審查 可能會使在中國經營的全球企業更加緊張 韋德布什證券分析師布瑞森表示 針對美光的懲罰性行動 可能表明中國政策發生更廣泛的轉變 其他在中國有大量業務往來的美國供應商 可能面臨類似的風險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海英 榮譽綜合報導